各位漫威朋友好 又是我Candy Layman 跟大家吃一些馬場花生 看看有沒有騎練訪問 速度速度 星期日也叫做大賽日 有很多大馬房 明星馬 甚至馬王級別的馬 在星期日也會上陣 講講講講 各位可以按一下手指公 鼓勵一下Layman 可以盡量花你們 你們每位師兄少少時間 按入廣告看十幾二十秒 就已經對Layman 這個頻道的運作有幫助 Layman在這裏多謝大家 星期日的重頭戲 講到這隻 金槍六十新進精英 對著我們前兩屆的 馬王美麗傳承 其實這兩隻馬交鋒 已經由上季 等到今季 今季 這兩隻馬第一次交鋒 金槍六十 憑著在外面衝 恐一聲就過了 終於這隻 剛剛轉到大衛希斯馬房 依然由潘頓拆騎 的美麗傳承 在這場三級賽的千四米 只能跑過第二 金槍六十 金槍六十 由四分三馬回來 星期日 跑這場國際二級賽 路程由千四 到千六 其實這兩隻馬 都可以跑到千四到二千 都是沒什麼大問題的 但是千六米可能 對美麗傳承 更加適合 雷文重新再看一條片 以及想回希斯之前 怎麼說 希斯之前波麥就說 將這隻美麗傳承的訓練手法 有些不同了 潘頓也說希斯跟 阿摩以前的訓練手法有不同了 講返說 落場跑的時候 有沒有分別呢 雷文再回看 那條千四米三級賽 即是今季九月二十七 那一場 這隻美麗傳承 施展不到 他一貫一出來 帶在頭一二位 跟著阿摩講過他喜歡走外疊 即是二疊 這隻馬當日 一出來就看到潘頓也有隊 但是隊了幾步之後 就不夠其他馬快 他就被迫在內蘭那裡縮 即不是縮 守住一下 跟著困了一輪之後 金槍六十轉到彎 扔到入直路 金槍六十在外面已經在衝 這隻美麗傳承還要在聖德精彩 加應之星後面 再抽出來 其實金槍六十那時候已經走了 他再追回一隻金槍六十 其實差距是有收窄到的 今天這隻馬 今天這對馬 就會跑回一千六米 跑回一千六米 不如聽一下 騎士那方面 潘頓怎樣說這隻美麗傳承 潘頓就說 這隻美麗傳承 上次跑這場慶典杯 本身是九優復出 其實那場馬大部分都是九優復出的 狀態未算十足 但是都跑到他應有的水準 他說最重要 各位不要忘記 潘頓各位怎麼忘記你 這幾天的表現 潘頓的意思是不要忘記 那一場 他是要讓金槍六十十七磅 真的不一樣的 他認為美麗傳承已經轉了辦法去跑 潘頓也說很滿意他的演出 他說美麗傳承上場組段 六腳比以前慢了 剛才我再看一條片 他也是這樣的 究竟是關不關乎摩和希斯的訓練 手法不同呢 可能要看這場才知道 潘頓說六腳慢了 但是末段的追勢強勁 這篇文也看到 其實他要再拔出來 其實先機 金槍六十都衝了六七步 再抽出來 但是還是有收窄的距離 潘頓就說 以上場的走勢 他相信這次跑千六米這個沙田錦標 是會有更好的演出 他說美麗傳承跑完上一劑 目前的狀態就有提升 美麗傳承現在 向著一個正確的方向 逐步打磨狀態 他說 星期日 遇到比他更年輕的金槍六十 他說這兩隻馬 金槍六十 美麗傳承一定會有一番劇鬥 你不記得了聖德精彩和川河專區嗎 那場也有選擇過 他說 他深信這兩隻馬 即是美麗傳承和金槍六十 經常說來講去都說不到聖德精彩 真奇怪 潘頓究竟想什麼 他說他深信這兩隻馬 今次的讓磅進一步收窄 即是讓十磅 他說 美麗傳承是有能力比金槍六十更大的威脅 其實看回這場馬的報名 這文都未算 這文很少算這些賽事 因為跑錯一點就沒有了 即是不同的班制賽 那些對手都是美麗傳承 川河專區 嘉應之聲 金槍六十 雨龍共舞 聖德精彩 八步川雲 這些這樣的馬 旗下敗將那隻二郎 剛剛在快活谷 贏了一場低班的賽事 這次是一場二級賽 路程去到千六米 各位可以研究那條片 可以想想這一場馬 美麗傳承 會不會又帶出來 沒有塞車 沒有被金槍六十 走早幾步先 賽果會不會反轉 講開又講 那講開 這文都經常吃馬場花生 學跑馬 有時候 在花生片 看看有沒有什麼可以吸收 那我呢 早兩天看到一單馬場花生 看到何宅堯哥哥 我們的華人一哥 走去看美麗傳承出操 這個鏡頭 究竟何宅堯 為何要看美麗傳承出操呢 是否覺得上場這隻美麗傳承 真的有被人困到 而有些迫近金槍六十呢 若然今天這隻美麗傳承 又走早一點 然後路程又長一點 綁又輕一點 究竟有沒有跑 這文當然不知道 這文是在分析一下的 至於講完美麗傳承 當然要講一下金槍六十 這支槍差不多可以說是禮不虛發的 在1600二級賽 又會再 再對著這隻美麗傳承 不如聽一下 列馬斯、呂健威、波咪怎麼說 呂健威就說 這隻去年的香港打比大賽的民主金槍六十 上次贏馬之後回來的狀況是更進一步 那一步有幾大步 可不可以說來聽聽 是失勢步還是一大步 呂健威就說 他說金槍六十狀況是良好的 上次是他優後復出之戰 又是這句 上場有哪隻馬不是優後復出的 大部分都是 他說這次他的狀態是繼續再進一步 他說這隻金槍六十出自這個金獎章 很上季可以成為歷來第二匹連勝四歲馬經典系列三關賽事的街區 嘻嘻 即是獨到氣咳 他說上次復出跑千四米三級賽慶典杯 所以憑著金槍六十的優秀演出再下一成 那些加速力真的恐一聲 22秒鬆一點就衝上來 他說金槍六十現在狀態是佳太盈日 他說不過早幾天打風的問題 要在星期三才在草地進行快操 這次16號今早才在大跑作最後試跑 金槍六十和這隻剛剛轉了希斯的美麗傳承 在星期二草地進行快操操練 但是那天打了八號風 要押後操練 李健威說金槍六十上次慶典杯 第一次和美麗傳承正面交鋒 那一次金槍六十就要給美麗傳承揹輕十七磅 贏了頭馬 美麗傳承跟聖德精彩平投亞軍 這次金槍六十就受讓只不過是十磅 聽聽一下李健威怎麼看這十磅 以及這場賣的機會 李健威說其實這隻金槍六十到時跑成怎樣 真的要看運氣滯雨是怎樣的 他說很難說信心有十足十的 但是李健威一直都說這隻金槍六十都是這樣說的 他說他也是會全力以赴的 不想給自己太大壓力這樣說的 這隻金槍六十的加速力 李健威覺得真的肯一聲有火花出的 但是美麗傳承上次也有不錯的表現 看看這一場二級賽的千六米 會錄死誰守 這個沙田錦錶 這個沙田錦錶 二級賽的千六米 講開又講 講到星期日的賽事第八場 這場泥地二班千二米 李健威不夠時間 這場不斷煞眼嬌望下去 真是一大堆泥地王 好像那些黃金甲 雖然這個路程比較短 但是難保他第一劑出賽 又可能能夠搞定 至於這一場的紅運大師 安哥 超能力很好學習 炮子頭這些 總之一堆都讀不完 就算是新進上來的加州海哥 都是一些泥地的好手 但是這一場馬 有一隻叫做超能力 今天要執了個十二鋒 找到田泰安拆騎 今天就升上班跑 因為上一場 即是今季第一場出賽 他落了三班跑 終於贏了一又四份三馬位 當日就執了二鋒 背著這個133鋒 今天減了他11鋒 背過122鋒 從二鋒就變成12鋒 這隻馬 除了在四班試過 執拾十鋒以外的鋒位之外 真的很久都沒有執拾過這麼外的鋒位 但是這隻馬 真的跟田泰安 是比較矛盾的 雷文當時做過一個節目 叫做獨立馬匹聯合體 我都說這隻馬 第一課 不知道第一第二課 是泥地集已經開1分9秒5 很輕鬆回來的 終於第一場落地 就開1分9秒38 足足贏了個半馬位 在四班執拾了兩場 上三班適應一場 步速 就跑過第二 那場在三班跑過第二 就是輸給今天同場的熊雲大師 那天就輸給熊雲大師 然後輸給熊雲大師 再拿一場頭馬之後 就上到二班 上到二班 就只能跑過第三 和第五 即是泥地遷移 他曾經跑過一場填草千四 那不如就不要算他 去到季尾的時候 這隻馬就加過眼罩 就第一次脫掉這個胸 除了1400那場 只能跑過第五的獎金名次 但是這隻馬曾經做過的時間 最快就是1分07秒9 今季除了眼罩 就落下三班 就再贏回馬 這隻馬跟田大安騎了八次的話 只得一次1400米 應該抹掉他 那就不要算他了 其實七次裡面最差的是第五 拿了四個win 就兩個play 一個第五 那不如聽聽田大安 怎麼說這一隻超能力 他說跑八場二班 千二米泥地的超能力 近方是勇銳的 他說有望是爭取到好成績 那田大安好像擔著雪茄 煮杯威士忌 拿著本馬經駕 他說超能力上次 在三班圍地千二米 背過133磅 依然可以贏了馬回來 他說這隻馬這次 就升上去二班 雖然對手比上次更加強勁 但是這隻馬今季又更加成熟了 他說無論在心理上 和生理上 兩方面 都有更加改善和成長 他說 超能力是有能力去應付更強的對手 他對今場是抱有信心的 他說超能力贏了之後 仍然保持在勇銳的狀態 今季比上季更加大隻了 他說在前 田泰安說 我都拿著馬經駕過功夫 研究過那些同場對手 他說今場應該會有快步速 田泰安說有快步速 各位如果相信田泰安 看看有沒有後上馬 他說今次排過12檔 檔位當然不理想 田泰安說會盡力去跑好這隻超能力 希望拿位順利 克服外檔的阻力 田泰安說會有快步速 大家都看一看排位 這隻很好學習 曾經上季也是有快步速 跑過兩場泥地賽事 一場一場泥地賽事 那一場 輸了給這隻熊運大師 激賞 剛剛爆了九十多倍 那一場就跑過第三 當日同場的超能力 安哥那些 就跑過第五、第六 說到這隻 田泰安說這場會有快步速 相信這隻很好學習 甚至是炮子頭 新力寶 夢幻人生 或者加州海哥 黃金甲就比較難猜 因為他跑千里 曾經我見過他都快過 所以田泰安說有快步速 這輪都相信 我覺得最好處的 都是選擇守住好位 看看回來前面 又不能燒一下 又不能衝的馬 不過超能力 撿個十二檔 真的要考田泰安如何發揮這隻超能力 講開又講 這輪上季 老朋友都記得有一天 薛恩是要停賽的 然後薛恩那天又說要申請 又說要押後停賽 還是提早停賽 總之就是要跑那一天的賽事 零射射 我要跑那天 可不可以延遲 或者提早停賽 那天阿雷文就說 他應該想搏阿摩的角取所需 如果阿雷文沒有記錯 那天阿雷文沒有記錯 那麼薛恩那天 就有金碧科 和角取所需 就可以剷倒進來 雖然拿不到Winner 那你們想拿Winner 你也要問過對手 可以的 那戰意好像真的放在那裡 那今天阿雷文也要提提各位 因為楊明倫 早前要佛停賽 那他也說明 一定要跑今天 十月十八號的賽事 那楊明倫當日 我記得 我先看看 楊明倫當日 有六七匹座騎 包括這隻 乳龍共舞方家柏 還有讀一讀名 為什麼楊明倫 要跑今天呢 各位要讀一讀他 究竟是否心中有馬呢 這文不懂分析 第一場他有火天大友 第二場有白露盛世 第五場呢 有轉了倉的老實人 第七場 當然是最高獎金 當日的賽事 就是這隻乳龍共舞 另外呢 還有三隻 就是第八場的公正福將 第九場的彪之靈 和第十場的電訊精英 當日楊明倫足足有七匹座騎 真是挺難猜的 這文也有看過 其實有幾隻馬呢 他也是有操練過的 真的有幾隻他有操練過的 那是哪一隻 這文就不知道了 免得影響大家量度馬了 這文就看一看 楊明倫好像心中有馬 說要跑今天有一個重要的拼約的 拜拜 拜拜 拜拜